对于蓝阳战役 大陆资料跟国防部印发的这个蓝阳血战 都是从12月4号开始的 被称作是血战11日 在12月4号这一天 蓝阳城的最高指挥官胡怡轩团长 这位被解放军称为有勇有谋的战将 他凭借着敏锐的战争秀绝 预告了全面性的大战 立刻要降临 12月4日的交通地区 气温低到了零下5度 到了傍晚 华野其中开始向蓝阳运动 以突然的行动插入了四关 那个时候呢 气中的参谋长赵启明 有一篇文章是 回顾来扬战役 气中十九师呢 用一个团插入西关 一个团包围了西门外的马山 一个团包围城北的廷二山 那另外呢 气中二十师攻南关 气中二十一师打东关 又是一个很快速的进展 但是结果却又打了十天 怎么会这样 气中参谋长赵启明他说 因为城内的守军不甘心 所以派了一个营进行反击 试图要把二十一师 从东关的这个阵地赶出去 气中呢 采取四面围攻的方式 守南关的还乡团 五百多人还被俘虏了 这个时候 谷玉轩为什么要一次要 扎一个营对东关用兵 手上的部队其实就这么多了 就四个营 对 值得他用这样大手笔去反攻吗 军使说 四日的深夜 共军一个营 共进了东关 爬上了明载的屋顶 然后开设枪眼 控制了东门还有南门的成员 甚至于连东大街 人员的活动都很困难 所以福玉轩才会派预备队 也就是106团第三营去扫弹 等于说呢 其实国共两边的说法 是蛮吻合的 赵启明他说 106团第三营的反攻 损失了大概有100多人 所以他们最后被击退 那54军这边说法又怎么样呢 这个54军的确是很值得一提的部队 因为他们打过惨烈的颠西作战 所以战场经验丰富 106团第三营 他的营长陈智利 他先前受伤还没有痊愈 所以福玉轩呢 这个时候他选派了新闻氏族任 周孝武来兼任营长 率兵出击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新闻官基本上是不用粗糙的 被认为说是爽缺 没想到竟然在这种生死交官的时候 是由新闻市主任去顶上这个营长缺 他还得上火线 周孝武他其实也做过第三营的营长 他在1944年5月 54军36师强度怒僵 进行滇西大反攻 是他首先攻克的天险 也就是日军的一个阵敌叫做五台坡 开启了反攻的先生 所以这个时候他重回第三营 是没有问题的 原来是经过血泪洗涤过的 那他应该是蛮强悍的 那他在东关是怎么打 血泽来一样这本书提到 周孝武率领第三营 竹武反击 胡玉仙也亲自到东门指挥 鼓舞士气 最后摧毁了架设在街道中心的重计枪 还伸服了56人回来 可是还有100多名的共军 依然控制附近的一所小学 有一位连长叫做丸志瑶 他看到怎么样都打不下来 所以跑到了榴弹炮连 去要了半价轮的汽油 分钻在玻璃坪 找了几个地板比较有力的士兵 投资到小学的教室屋地 然后再丢火种 这个结果我们都知道 果真是打过仗的老兵 战争打到最后 其实就是焦土战 不过胡玉仙的可用之兵 只有4000日 所以在这种高强度的蜡锅战里面 他消耗也很快 那根据赵启明的说法 到12月5日的晚间 七中21师正式全部控制了东关 这样听起来 七中一度被打出了东关 然后又是真兵重新把他夺回来了 同一天的晚间 十九师强攻陈北的廷儿山 又打掉了一个牌 六日的扶晓 攻打陈西的马山 打掉了一个加强脸 七日的扶晓 在凉亭山又打掉了一个班 那这个时候 4个城关 七中基本上都全部都控制 除了用一部分的兵力 继续清除一些零散的外围据点 主力师20师摆在城南 21师摆在城东 开始进行坑道作业 准备要攻城 我们听老谈说 1949年前后的战役 共军几乎都是大口大口的 吃掉很多的大部队 可是这两行战役 进度就是一个班 一个连 一个牌 细嚼蔓延的 54军感觉听起来是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可是这样子就能够打残其中 其实我们这个必须要提到炮连 蓝阳城内的753炮 还有105流弹炮 各有六门 那放旱节呢 把蓝阳作为交通半岛的 重要补给基地 所以弹药的库存 据说有120吨 所以在初期的时候 弹药是足够的 那像是我们前面有介绍 胡锡仙他他只有调拨 753炮还有105 各一门就已经打得快横准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不相信 可是炮兵的确在这个时候 发挥的非常大的作用 仅仅12门炮 其实就可以打成这样 实在是让我们难以相信 赵启明他说 他们在城墙下进行坑道作业 由于部队不重视防炮 攻势构筑 遭到的炮火袭击 伤亡很大 权重伤亡将近1500人 他自己都直接讲了 这个伤亡数字是特别大 主要是来阳城内 这两个炮兵点呢 他们是由炮兵营的副营长 王维武他来指挥 那王维武呢 他亲自去观厕所观测 还与各地的指挥官联系 同时呢 只要某一处 只要稍微有点紧急 甚至于他自己发现到 好的射击目标 炮兵就立刻发动打击 也因为炮兵打得准 所以赢得了步兵的信任 那步兵呢 也一定等到 七重的大股部队 破均阵地以后 他们才会要求炮兵射击 这样子才能造成更大的伤亡 难怪 其实我们真的很少听到 这样子的部队 他在每一个环节 都有一个非常称职的主观 难怪这个七重的参谋长 赵启明他也认了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其实就是发生在城内 最著名的城欢庙之战 那还有城外的水沟投资的 蓝阳战役可以做的 其实还真的挺多 很可惜的是 台湾过去 其实几乎不太被提及 所以我们这次在大家的鼓励之下 有机会 就努力地把它给做好做 这一集也是我们第200集的播出 那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 能够继续的收看 我们前一周呢 其实巧巧地推出了 纸上谈兵的会员制 是 完全没有任何宣传 但是已经有两位细心的好朋友 抢先加入 分别是这个吴燕忠先生 还有这个Kevin CC 在这边呢 其实老台和我 也要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那这位蓝阳战役 城外一片已经这么的精彩了 相信城内的交锋 一定是更引人入胜的 希望呢 好朋友们可以持续地锁定 老台一定会把手上的这个 武林秘籍内容整理好 用简明的方式 把战场的发生事实 尽可能给还原出来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台平度 新闻历史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直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频道 除了在YouTube上面 可以给我们观看 还要加入会员 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之外 也能够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们 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